而美国的肉品加工厂的工人染疫也让大家相当的关心 也因此造成了官场导致了肉品短缺 听说现在美国的好市多已经开始限购一人只能买三盒鲜肉 真的是如此吗 一如 不止好市多开始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三盒鲜肉 现在连美国知名的汉堡素食店都发生没有牛肉可以做汉堡的情形 而造成肉品短缺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之前肉品加工厂有大量员工感染武肺病毒而陆续停工 导致牛羊猪鸡的养殖场明明有足够的动物却无法送进加工厂处理 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 今年到目前的牛肉产量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5% 而猪肉处理的产品也比去年下降了15% 虽然川普总统签署了重启肉饼加工厂的行政命令 但是业界表示还是找不到工人 因为目前全美共有5000多个工人染疫 而未感染的工人也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去上班